中国劳工控诉苦难生活,逃跑过但被一群日本女人抓回去。 张桂林是河北省沦县人,他16岁参加抗日军队,在部队待了差不多一年,因为生病回家休养,因为当时张桂林的家乡属于沦县区,他虽然回家也不敢住在家里,而是跟着另外一个战友住在村头的一间屋子里。 日本女人正在学习打枪,但就算这样小心,张桂林回家的消息,还是被外鬼子知道了,他们就带着日本人把张桂林抓走,关在日军的据典里审问,日本人想让张桂林当特务,他坚决不同意,于是,他们就把张桂林吊起来,用烧红的落铁在他身上躺,那一年张桂林只有只有17岁,虽然受尽痛苦, 但仍然没有屈服,而是请求二鬼子把他杀了。 日本人当然不同意,他们就把张桂林押到天津去,在唐姑其中营里关着,准备送到日本去当老公。 对于唐姑其中营的历史,老兵在以前讲过,那就是一个杀人魔谣,生活环境非常恶劣,每一天都有很多人被活活整死。 日本女人正在学习打枪张桂林,她们住的是大通铺,吃的是海水做的窝头,而且没有水喝,很多人被整出病了,而老公们一生病,就会被送到住处旁边的一个病号房里。 所谓的病号房,其实就是劳工们等死的地方,进去几乎就是回不来的。 张桂林说在里面每天都有很多人死去,尸体一个接一个往外抬,抬出去的全被丢到大海里。 有一次她看到了一个还没有断气的劳工也被抬走,张桂林就问日本人,这人还有去为什么要丢掉他呢? 日本人听了以后,就吓张桂林,说也要把他丢掉,吓得张桂林再也不敢问了。 在唐姑集中营里,老公们组织过逃跑,但有的人跑出去了,有的人却被抓了回去,于是日本人便在集中营周边装了电网,通电那一天,还拿一个逃跑的劳工去做事业,把所有劳工都叫出去看,日本人把那个劳工往电网上一推, 他就被吸进去,立即就烧焦了。 在天津待了十几天,张桂林他们就被送到了,日本北海岛大河辽的三菱被煤矿,在那里开始了新的苦难生活,日本人要劳工帮他们挖煤, 规定劳工每天早上六点上班,晚上六点才下班,后来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,日本的经济越来越紧张,他们就把劳工的工作量一天一天往上加,劳工们到了晚上干不完分配的任务就不能回去。 送儿子和丈夫去参军,虽然干的活越来越多,但吃的饭却越来越少,由于饥饿,劳工们只能在上下班的路上捡苹果盒和橘子皮吃, 有时也偷偷把日本人种在路边的萝卜吃,但如果被日本人发泄,就得被把光衣服毒打,当然,除了捡到东西吃被打,劳工们工作中也经常挨打,那些监工经常动不动找出各种理由打人,张桂林的头就曾被一个监工打破, 在日本人的残酷折磨之中,劳工也组织过逃跑,张桂林也参加了,但跑了一天就全部被抓了回去,甚至连日本老百姓都会抓人,这些中国劳工又怎么能跑得了呢? 张桂林说逃跑时,她跟另外两个工友,曾在山上向一户日本人家要饭吃,那院子里有两个日本老太太和两个年轻的日本姑娘, 他们就给三个人做饭,但在张桂林他们吃饭的时候,突然来了一个日本老人,带了好多手拿困子的日本妇女,一下就把三名中国劳工包围了起来,张桂林他们只能束手就紧,被绑起来交给煤矿。 日本女人在制造子弹张桂林在日本待了一年多,身边的人死了不少,直到1945年8月的一天,日本人突然跟他们说,你们可以不用干活了,过几天送你们回家, 这以后劳工们才知道日本已经投降了,他们也知道了煤矿里还有美国的劳工,不过日本投降三天后美国人就回国了, 而张桂林他们这些中国劳工,则在日本等了三个月,才由美国军舰把他们送回祖国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